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直播是没有预先通知大家 所以我也不期望你们在场观看 事后看到这个录影 或许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 昨天晚上录制了那个有关于赌徒的问题 很可惜那个影像不是很好 过后我有做调整 然后我在事后有录制一个20分钟的 那我也谈到一些敏感课题 很可惜 我又不小心把它删掉 网友们一定觉得奇怪是不是 我放了这个 录制了这个直播的那个 谈到一些敏感问题我后悔了 我把它删掉 真的不是 是不小心的把它删掉 所以我现在也要重新的再补充 我今天早上要谈的一些问题 不过坦白说了我们都是小市民 我们都是小人物 我们在这个国家讲话真的很担心的 不知道为什么 讲错话要被罚的 尤其是脸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因为这个脸书现在很 对有时候 因为脸书是 不会对特殊人物有卖账 他不卖账 所以你的要求不一定 他要卖账给你 所以脸书也会得罪很多人 所谓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在脸书我们这群网友 年纪大的网友 都年纪不轻了吧 我们这一群所谓的在野的网友都是 几十岁的人 我们就靠着脸书能够联系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网友之间也会约出去 去旅行 去用餐 茶叙 参加联络所的节目 这个管道是很好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联络所 规定他们所规定的节目 都在一起 通过脸书 自同道合的人可以成立不同的群组 大家在一起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 你在脸书讲话 是非常要小心的 我自从进入了这个直播世界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看来我写文章也写少一点 宁可直播 因为一次直播一个小时 假如你写起来要写成好长 人家未必要 人家未必要看 但是直播怎么讲 人家不要看的话 他可以 fast forward 他可以 fast forward forward fast forward 他可以 backward reword 随便他 他要 pause都可以 他要听什么 他就听 他不想听的话就 但是文章 人家看到这么多字 人家连看都不要看 好了原归正传 昨天谈的一些敏党课题 我想今天我还是要继续谈 或许我就用比较 安逸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次的台湾选举 这个 六都的市场选举当中 最令人 瞩目的就是这个韩国瑜 这个所谓的卖菜 狼 他在六个月里面 当然他不是六个月 他早早 早在一年半到两年 他就在高雄 去了解民情了 然后在正式投入选举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但是他却选择跟国民党 切割 不要用党的力量 而是用他自己 单身匹马 一瓶罐泉水 一碗卤肉饭 就在高雄翻天覆地 整个让高雄翻天 整个让高雄的民进党的政权 转交 现在他们在12月25号 就是他交 借仪式的 就任的那一天 他不选择在市政府 他选择在爱河 爱河是高雄一个 经过长期整治的一条河道 爱河 在韩国瑜的心中 他要把它建造成一个 所谓的爱情 浪漫爱情的产业链 所以将来的爱河你去 他有摩天轮 他有餐厅 他有婚纱店 他有小型的浪漫的 蜜月套房 各种各样跟婚礼有关系的 跟情人有关系的 将来就在那里发展 所以当天就职 他要在爱河 坐那个船 小船 然后 去参与这个就职的典礼 韩国瑜在半年当中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一要而起 成为一个政治明星 而且他的政治效应 已经进入了 所谓台湾所说的 总统级的 在整个台湾的选举历史当中 只有马英九总统 陈水扁总统 曾经这样的被疯狂的 被人视为 这个偶像 所以韩国瑜 选一个市长罢了 他去到 他所到之处到最后 几乎是 那个维安 从他的保镖 一个两个保镖到最后 整个保镖团是 30到40人的 你明白吗 市民们都拥戴他 最难是偶像 很多人的心态 也不是很正确 想要跟他一起拍照 但是他们拥戴他 因为他们听到他的证件 他每一句话 他说的每一句话 让人家听进心里 是非常激励他们的 而且他不是空口说白话 他一上任之后 他就积极的去招伤 大病之后 就积极的去招伤 甚至新加坡 听说已经有 一个所谓的购物 三厂的这个集团 要到高雄去 香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团 也要去投资 当然台湾的郭台铭本身 也要去高雄投资 你看到一个人上台 他并没有空口说白话 在他竞选期间 他说的都是正确的 但是你最欣赏的是哪一点呢 因为在整个的竞选期间当中 他没有口出而言 虽然对方真营一直在抹黑他 把他当成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人 抹红 抹色 抹黄 说他是黑道 但是这些都不见 不见效 反而越抹黑他 他就越能够获得大家的瞩目 当然他也是积极的参与台湾的 这个选举的文化 是跟新加坡不一样的 他们可以上节目 上很多节目 争取这个曝光率 使到市民们慢慢的就认识他 而且他选择在台北做他的宣传 因为在台湾的整个的 经济也好 文化也好 媒体 电子 媒体的所有的事业 主要还是在台北 但是他有立志要把高雄 建立成一个真正的成为 整个台湾的第二大都市 过去曾经是 现在已经不是了 他要积极的拿回这个荣誉 所以这个人是有包袱的 这个人能够托党参选 当然他还是在国民党征召之下 但是事实证明 在六个月的选举当中 他完全是靠他自己 还有他的家人 还有一些愿意帮助他的那些立委 和一些义工 你看那些得失司机 很自动自发的帮助他们 你现在看那些农民 菜龙也好 鱼龙也好 都积极的帮助他 你看那些摊贩 他真的每一场造势活动都 使到人潮是满满的 几万人的群众大会 那些摊贩就可以摆摊子 赚到不亦乐乎 真的是他所说的 货卖的出去 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他是一个懂得包装的政治明星 但是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明星 他是一个有风格的政治明星 因为他口 虽然被人 被人抹黑 他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口出而言 针对他的竞选对手 最感动的一次就是 当他已经拿到了证据 那个抹黑诽谤他的证据 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的 他来到地检署 就是台湾所谓你要去控告 对方你要到地检署按铃 然后他们就entertain你 把你的那个投诉的 那个案正式的审查 就在那么一刻 一个大律师陪他的时候 去到那里 他想想 他还是给对方一个机会 他给对方机会 结果 那个名嘴 当然是 大家都知道 那个名嘴是 讲话是乱七八糟的 我长期看台湾的争论节目 凡是这个名嘴 所组织的争论节目 我不看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反应台湾的 问题 但是有一个 所谓的工程师 也不懂是有意还是无意 也诽谤他 就被列入被告 但是韩国瑜就在 按那个地检署的零之前 他决定不要按 他就放弃 他放弃 因为他说两句话 他说他的选举要爱 跟包容 爱跟包容 这句话 我在这里 每次听到 我们要包容 包容 包容 我们要包容 包容 包容 讲多了 讲多了 讲得太多了 做到吗 做到包容吗 从政治上 有包容吗 你看韩国瑜 他就决定不提告 忍下来 你不提告 你知道你也面对一个后果 人家就会表示说 你不提告 就表示说 我诽谤你是没有错的 我没有诽谤你 你真的是我所讲的 所以你不敢提告吗 你心里有鬼吗 韩国瑜不提告 他自己心里有一把扯 他知道 那些爱护他的选民们 心中也有一把扯 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这四个字是很好的 我很喜欢用 我们做事 人跟人之间 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不对 韩国瑜没有提告他 所以后来那个 原本要被提告的那个 那个工程师 不好意思 他就跑去跟韩国瑜道歉 你看到这一幕 你真的觉得 虽然台湾的选举 是给人家感觉是乱七八糟这样 喊打喊杀这样 也真的是发生 有发生过枪战 有人被击杀了 也有假的 年胜闻也真的被枪暗杀 结果发现是 杀错对象 也不懂 知道是不是 然后阿扁总统 选举前的两颗子弹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国外的人看 真的是非常的惊险 我跟你讲 我每次看 我每次等台湾选举 我就现场 他们有什么直播 我都关注的 对我真的是 我跟你讲 比看那种年戏剧还好看 因为年戏剧毕竟是年戏剧毕竟是演的 毕竟事先把剧本写好的 假如观众要求要这个人死的话 后来改一改剧本也就把那个人弄掉好了 或者那个明星本身有问题了 已经不能够在那个公司了 就安排他在那一集 装死死掉就算了 但是这些台湾的政治发展 他们的选举都是真枪真正弹的 很精彩的 真的比 你看这次台湾的那个六度四岛选举 哇开票的那天多么精彩 多么的让人家 哇 当然 我还是一句话 我蛮开心的了 我爸爸是国民党员 当年没有去台湾 假如当年去台湾 可能我现在也是立委 也有机会 不然做个里长也可以 不然做个民主也不错 在那里可以串锁一言 可以讲很多话 不用担心 被请喝咖啡 整天担心喝咖啡 我们这边的选举文化就是 骂就骂 但是选举的时候呢 每个还是含泪投票 含泪投票 因为我们真的很包容 很包容我们的大家长 你看2015到现在 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心知肚明 我不是要唱衰 心知肚明 当然 交通问题不是容易的 但是 为什么交通 这个地铁的瘫痪 会成为 人民心中的痛呢 因为大清早去上班 如果交通瘫痪的话 你知道有多严重吗 你不要说 瘫痪几个小时 只要有一班 两班的车 被延误的话 上班族就在那边急得要死 有些老板是不要听的 你不要跟我讲 你又是被地铁 耽误了 故障 整天故障 整天故障 所以网友常常说 故障来了 故障来了 然后那个也是很好 很好玩的 你知道吗 每一次他说 哇我们现在很多 几百天地铁 没有 没有故障 得来不容易的时候 昨天 是昨天的新闻 对不对 大家就要心知肚明了 大家就很紧张 所以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上班 我迟一点要去上班 我今天也是有点怕怕 人家讲说 不懂了 这个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一讲没事的话 第二天就有事 他一讲 庆祝 多少天 没有故障的话 第二天故障就来了 不懂了 真的是 我也不明白 你知道吗 但是一个事实是什么 我们的地铁 其实相当完善 当年的前总统 把这个蓝图 设计好之后 并没有得到 我觉得了 他并没有得到 大力的推行 后来决定的话 感谢 感谢我们的领导 总算 醒悟或者是觉悟 或者领悟 总算是要把这个地铁 做好 地铁很重要 在人的生活上面 人和人之间 现在有地铁 有出租车 有德式 不要跟我讲脚车 对我们这些年龄来的人 你跟我讲大脚车 去哪里去哪里 我真的不行 但是我发现很多年纪大的人 他们有电动车 有些坐在轮椅也有电动的 你觉得很安慰吗 因为身体 有一些故障的人 他能够愿意出去 身体不好 最担心 年纪大了 最担心就是你关在家里 所以 也不错啦 给我们有那个老人卡 对不对 去到哪里都八毛七 我一放弃我的 我一放弃我的车 没有 让我的车延长这个驾驶 因为我的孩子也大了 我就成为走路一族 跟地铁一族嘛 巴士一族 不错啊 省很多钱啊 从前是 两车哦 什么都 什么都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辆车 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钱 听起来好像很有钱 不是啦 因为 现在的 从前的薪水 全部往车去那边贴 贴车嘛 哦 你懂新加坡养一辆车 真的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所以 我跟网友们讲 你们常常有时 大顺风车啦 要感恩啊 那个人 驾车肯载你 你懂他养一辆车 多辛苦吗 我从前驾车 也常常载人的 我不会 我很喜欢载人 我是觉得反正都顺路嘛 不顺路也无所谓啊 我都愿意去载 所以 养一辆 一辆车不容易的 哇 我好像有点扯远了 扯远就可以扯回去了 我就谈说我们为什么会地铁瘫痪呢 主要原因是内 有一大段时间里面 他们没有什么维修的 那个维修费用是非常 不成比例的 因为那个总裁专注在 专注在营销 专注在 开阔 让地铁站成为商业中心 这个是没有错 我不反对 我觉得好 地铁应该多汁多彩 只要注重卫生 只要注重安全 是应该的 但是你不要把维修的费用 减少嘛 后来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 主要的维修工程 没有去进行 对不对 所以发现 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什么墓枕 什么枕墓 还是什么落枕 不是落枕 什么枕 那个毁到那边那块墓 那要重新扑过了 然后后来又什么 讯号的问题了 工程师发现说 哇这么少工程师 其实每多少公里 大概就要有多少位 工程师在帮忙 这个情形 在那一阵子 其实不只是反应在 地铁上面 也反应在我们的电梯的 你知道吗 电梯从前我们电梯 你上天 你进入电梯里面 他有一个执照的 一年为限的 就是说他必须维修的 后来没有 后来没有 然后自从发生事情 真的是有人 有人在电梯里面发生意外 而且电梯故障非常 平密的时候 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电梯公司 也是莫名其妙的电梯公司 只想赚钱 结果品质太糟糕了 然后电梯就很 也就是维修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坐电梯 哇 现在电梯真的很好 全部都要放 那个制造 维修的一个月的 那个制造就在那里 然后他们真的定期 但是也发现了 哇 缺少这些维修的人员 哇 然后大力 要想办法去聘请 要想办法去栽培了 去训练 你要规划一个城市 你要 你真的是 不是你嘴巴 喊就可以了 我要五十万人 我要五百万人 我要五千万人 你不可以只想到硬体 你要想到软体 你不要只想到时候 把地方弄到 好像那个 那个什么 那种火柴 火柴盒的那种 空间的住宅环境 你要考虑到人的感受 你要考虑到 人和人之间的空间的距离 垂直的距离 平行的距离 心里的数字 孩子们成长的环境 大家挤在一起 那种痛苦的样子 那我不是说 在地铁里面 你放那些地铁的椅子 是站的 你拿掉那些椅子 你让乘客站在那边 然后在腰后面 放一个垫 你以为很好吗 你根本没有了解到 人的心态 一进去地铁厢 一看到那个 那个是没有椅子的话 对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说 心就沉下去了 心沉下去 如果你有椅子没得坐 不要紧 总是有人下车 有人下就有人 有机会坐上去了 我最不喜欢去那些购物中心 没有设立椅子给人 为什么呢 我不耐站吗 我告诉你 我曾经当过警员 我站赶 站到八小时 四小时 活青日 整天站在那边 站到我 一个学院委员 站到一夜 邮寄要派河 真的 我们站赶 站到怕 我现在的脚都有青根 小贩也是 做小贩的 他们站 对他们来讲 真的 已经是麻木 但是有机会 工作 公余之后 坐在地铁上 如果有一张椅子 有机会坐上去 为什么不好 所以 嘴巴讲要 多少万人 是你讲的 然后建造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很多软体的 设施不够 病床不够 对不对 交通工具不够 德式不够 后来有出租车 算你幸运 出租车 就是私家车 能够当成 当成德式来用 减少了这个 巴士跟地铁的 那个载客率 使到交通 没有这么拥挤 但还是很拥挤 很多问题要解决的 现在大家都在 外用餐 因为有这些外卖 整个外卖的生意 也好起来 我们也不必挤到 这个熟食中心 去排队 有时外卖真的很方便 而且食物很干净 很卫生 哪里有地方 比你家里更卫生 对不对 在家里吃东西 是最安全的 所以当我们说 到你把这个 整个的城市 我不可以说不好 我们还是旅游圣地 我们还在世界上排名 刚才我看到一张文章 写说我们 观光 事业 什么 礼课 我们好像排世界 第四还是第五 没有第一 第一是香港 你比不上香港 你比不上香港 你为什么不要学向香港 我记得我曾经 在脸书上面 有写过一篇文章 有关于香港 的这个地铁的运作 虽然车厢很旧 但是很舒服 而且它 你一坐上去 你不会 你不会说因为 冷气不足这样 它的风 风力很 有风了 有风吹向 你 你觉得你整个人很清醒 而且 每一班次是非常紧的 两分钟 三分钟 就一个地铁来了 地铁车厢在你的面前 今年我就去香港 刚好遇到他们所谓的瘫痪 你知道吗 我们早上有看到消息 说瘫痪了 所以我们延迟一个小时 离开 离店 去我们要去的地方 结果我们很惊讶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带着心理准备说 会被延迟了 结果进到地铁 你看到很多 它的服务人员都在那里 服务人员都在那里 不只是服务人员 我发现有技术人员 他们的技术人员 技工都在那里standby 而且那些服务人员 很多都是 看得出是很有经验 有经验的服务人员 因为他们顺念有数 除了指挥人潮之外 他们会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是很清楚的 当顾客问他说 我真的亲耳听到 有一个我会广东话 我会说广东话的嘛 你来说什么我明白 我多少明白一点的 你满夜各个 各个厂客 满各个 资源说 我去冰斗 我要去哪里 那个资源跟他讲 你向前走 然后转C转B 上楼上 哇 很厉害的 很熟悉 所以 你比较一下 你比较一下 我看到YouTube里面 我们的地铁那些指挥 我要称赞地铁公司 聘请这些年级大的 像我们这样 年级大的做那些指挥人员 是好的 他们也很有礼貌 也很尽责 但是要给他们多一点顺念嘛 顺念是 当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怎么办 我就是在地铁里面 看到两个人打架 对不对 然后那个 那个那叫荧光吗 就在那边 他打完打破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 难道你没有SOP的吗 没有12345的吗 当你遇到有乘客在地铁外面打架的话 你该怎么办 还是你的荧光木 你以为是Star Wars的那一支东西 然后进去跟他们一起打 不是这样的吗 因为我一看就知道没有经验的吗 我做警察我知道吗 我有SOP的 我们当年顺念都有SOP的 你知道我们的左轮 左轮的那个 点三八的左轮手枪 有效射程是25米 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我们起初是用SOP的 SOP的就是这样 你大概 你开枪的时候 你自治手当成一个方向 在你的胸口下面 然后你开枪 这个叫SOP的 大概可以打到那个人 但是不打到那个人的脸 打到那个人的身体 因为打到脸 任何一个地方就是死的啦 打到身体当然不要中心脏 打到腹部 他还是我们不希望把那个人杀死 最好是SOP打下面的话 就是打他的双腿 但是双腿因为两条腿 空间很小 所以你是根据你 你面对的那个紧急嘛 那个当紧 当那个对方要攻击你的时候 很靠近的时候 你还打腿吗 你打腿你要 肯定你那一个子弹要打到 因为你打不到的话 对方就拼死你 拼命都要把你干掉 是这样的啊 但是我们到后面 我们觉得更好的方法 那个顾家的指挥官 洋人来的 他带领顾家军的 网犯退休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 gentleman 的一个指挥官 我们当年在警察部 对 我们从自民地遗留下来的 一些作风 其实是很 很让我 感觉到很好的 不要以为英国东西都不好 以为自民地就是 你被他自民 你慢慢想有些好的东西 好 当然贪污的不要讲 那些真正的那些 绅士的那些作风 他们的指挥官的那种风度 跟下属之间建立的那个关系 真的是说不 真的是你让你 你觉得你 你效忠于他 你都甘愿 你效忠于这个 这个领导 你都甘愿了 你现在有发现 有时你不愿意 效忠这些人了 因为你发现 真的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指挥官就叫我们用一种方法 把左轮点三八的手枪 当成是 当成什么 当成是长枪你知道吗 你看我现在这个姿势 我训练多久 如果现在枪在我这边 你看我的arm 第一你稳住你的这支小手枪 第二你可以 换一只眼睛吗 看你是左眼右眼 你可以 瞄准 前面那个trigger 你前面有一个 那一点东西 你能够瞄准 然后当你紧急的时候 对方一来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 开枪 因为很精准 所以你可以射 不要 中他要害的地方 记住 当你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不要把对方干掉 你没把一个人杀掉 你很开心 你会要一生中都见心理辅导医生 晚上做梦都会做噩梦 所以当时我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SOP了吗 我们教导 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在哪里 我们的枪该怎么用 我们进步 从Sand of Direction 变成这个所谓的 我忘记那个名称 就是你把短枪 当成长枪使用 那你说地铁的那个叔叔 拿着那个荧光幕 荧光棒 对着两个人打架 他那个荧光棒 咬来腰去 咬来干嘛 你可怜他 因为他不知道 他没有受训 他受训的就是客人 正常时间客人进来 客人 客人进车厢 客人离开车厢 你要告诉他们突发事件 整天叫我们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 front line人物 这些地铁的 这些保安人员 这些维持 交通秩序的人员 你要顺念他们 他不只是要懂 SG Alert 罢了 不要讲了 做了 然后又不了了之 这样 我真的 我也是看过观众 这种 这种做秀的 你知道吗 我不是有骂过 我不要讲骂了 我又不是有讲过 什么演习 你先让人民了解 什么叫汽车炸弹 什么叫做 挡在皮包里面的炸弹 什么叫土制炸弹 你懂他们的爆炸的威力吗 拜托 你懂汽车炸弹 真的爆起来的那个威力吗 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在反恐 你告诉你自己 你去现在 你现在去地铁站 有一些地铁站 还是有那些汽车 停在那边呢 你知道这些威力 是多么可怕的 如果你真的要反恐 你真的要认认真 认真去做 对吗 演习没有用的 演习就是做戏 做给那些人看 然后观众就很开心 小孩子最开心 看到有警察 有消防人员 有救伤人员 有人中枪 有放一些茄子在身上 表示他已经受伤了 有人来包扎 有突击部队来 有开甲的枪 得得得得得得 夹子弹 空子弹 热闹好玩 国庆子里面最紧张的 就是这种节目 真的打仗是这样的吗 真的恐怖事件 发生是这样的吗 你要告诉人家 真正该怎么样 那我不是说咯 如果我真的 我跟我两个孩子讲 真的知道 听到爆炸声音 你不要假厉害 有多远跑多远 能躲多深就躲多深 我每次都跟他们 吩咐他们 然后安全的时候 赶快打电话 打999 不用拍照啦 收集证据 让别人去做 那些不懂 勇敢的人 你做个胆小人就好 因为我们是 普通老百姓嘛 除非你是警察啦 当你不是的时候 你就不要假厉害 但你 所以你看 单单这样的一个地铁 的问题 就 延伸到整个 国家的问题 我要谈谈不完的 还要谈医院的话 谈病房 谈护士 谈医生 你在谈小患中心的 所谓的企业管理 你看到整个 整个问题在哪里 然后 你说你要包容 都已经被选为候选人了 你有包容吗 人家已经坐牢了 罚款了 坐牢了 罚款了 现在有资格参选 成为候选人 老百姓要听的是 他的证件 他提出什么证件 他看到什么问题 他要改善 我们相信还是 不相信他的证件 他过去怎样都好 他总会改过吗 对吗 小时候很好笑 我们 哎呀 小时候 我就是 我还是要提那个故事 小时候那些候选人 真的也是 哎呀 候选人 不够资格去挑战 这个执政者嘛 所以候选人的职业 常常被 被人调侃了 那其实也不对了 为什么消防员不可以 做候选人 为什么保安人员 不可以做候选人 为什么小贩不能够成为候选人 啊 韩国瑜只是一个 北龙的经理嘛 他现在做市长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台湾可以 我们新加坡不可以 一定要大学毕业吗 对不对 不一定啊 创新科技的那个总裁 那你是大学毕业 IDE毕业的 你又讲行行处状元 叫人家不要读大学 但是大学还是重要的 我 我不是有那个草根论 草根是 普罗大众的代表 你一定要借地气 你一定要草根 如果你作为一个候选人 你作为资政者 你真的要了解民心 要了解民意的话 你不是开一个民意中心 等人来告诉你 你真的要下到基层去 倾听人民的声音 你不是事先安排好 然后你说你几月几号要来 然后你来那边看 人家跟你跳楼打鼓 去到那边 五师五龙 去到那边 导人家跳那个 Zumba给你听 看 然后去到另外一边 小孩子 欢迎欢迎 干嘛 你真的是带意识 你要去到选区里面 你不时要去到选区里面 你就突然出现在群众里面 你就在咖啡店里面 你就跟大家打成一片 你就聆听他们向你诉苦 让他们愿意把他们心中的困难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 就是刁难你嘛 真的很多东西我们要谈的 你看我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们在做那个停车场的装修 做电梯 停车场电梯 我这边是最后的 后期的 整个新加坡很多地方都做的 所以我最后两年大概才有电梯 每次驾车停 停了高层的那个停车场 还要走路走的要死 后来坐了电梯之后 那个承包商 他们在做这些维修的时候 他们在 我们的组屋跟停车场的那个草坡上 他们 踏见那个旅制的那个铁物 OK啦 你施工期间 然后你放一个热气 说你几十几号 你在这个工程再进行 我没有话说啊 里面就放那些砖块了 什么了 因为他们还做维修其他东西 放一些建筑材料 我也没话说 只是当整个停车场好了 整个周围该做的都做好的时候 那个铁物只一直停在那边 你知道吗 那个铁物只一直在那边 六个月 七个月八个月我受不了 对我来讲是有危险的 不是因为那个铁物只在那边 就是影响到我嘛 因为我们驾车的时候要转去 停车场的时候 因为那个铁物已经挡住我 转弯的时候看到的视线 有一次差一点跟旁边一辆车相撞 所以我就直接拍照啊 直接告诉那个市政理事会啊 告诉国会议员啊 所以他们总算把它弄掉 后来你才发现说原来里面铁物只是放那些材料 不是这些材料不是对我 不是就是那个材料变 整个铁物只变成一个储藏室 你知道吗 对那个承包商 那个承包商也是有点过分嘛 对吗 他不愿意花那个本钱嘛 在他还在别的地方施工 但是他继续的把这个当成一个储藏室 这没有道理的 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咯 他移掉 所以你发现我们 我们的 我们人民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区 我最近看到我家楼下 楼下底层的那个 那个遗址啊 被移掉了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 二十二年的 对二十多年 被移掉啊 很不方便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够理解 因为一定是二楼三楼的人说不了 每天晚上都 都有人在那边闹 移掉就好了 清静的多 这就是人民的痛苦嘛 人民的声音嘛 要传达嘛 现在你说牛车水 这个小贩中心你要 你要企业管理 好啊 企业管理我好啊 但是我还是奉劝 不要在这些老 非常历史悠久的 这些小贩中心 太过的变化好不好 你可怜里面的摊主 有些年老 老卖的生子在那边 没有继承能 但是他又煮了很好吃 大家又排队排了 不亦乐乎 拿到捧到食物的时候 好像 好像 吃得非常开心 你跟他企业化 你要他怎样 增加他的成本 你要他用那个 不收钱的 machine 你要他记录这个 记录那个 你要他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对老人家来讲 对那些 我不是常常说了 我们要进步 我们大家都一起进步 但是有些时候 当有些人走不来的时候 我们要陪他慢下来 这就是包容 这是包容 在选举当中 你有没有打击你的对手 你们是辩论政见 为什么每次选举的时候 我没有听到政见 就是一定是指责对方 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抽出来 因为我真的也不敢参加什么选举 就算我有钱 我也不会浪费这些 这些钱去参加这种 不公平的竞争 你的祖宗十八代都被他抽出来 曾经怎样 曾经怎样 曾经有没有犯过法 有没有偷过东西 有没有失心过 所以政治人物 如果你有案底 庆心 不要大陆政坛 最多做一个博客像我这样 我有案底 我也有案底 我不怕跟你们讲 你没有案底 交通案 开罚单 被人家罚 罚款 驾车的人也一个没有案底的 哪个一百八千交通 就是没有犯上任何交通规则的 那个就是他大概每天很少驾车的 像我当时 一辆我的十年的小汽车 加了三百 三百千 三百千是三十万 不是三十万 三百万 不懂 很多里数 加到我要 我本来想要延长 我的 我的那个维修的技术的延长 不要延长 你的车不行了 你拿回那个钱再买那样 七年八年的车 或者 你去买别人 别人要 SNCOE卖给你 你买一个五年十年 后来 我就说 让我决定 我先走路试试看 那你知道拿到老人卡 然后 很方便的叫出租车 常常可以跟人家讲话 了解民情 是啊 你要了解民情啊 你以为好像那个 那个 对不起啊 我 我真的很想讲两个字啊 傻佬 哎呀 不要讲他傻佬 对他说我诽谤他 你要去 参加各场 从事各行各业 来了解民情啊 你玩版的 你去旅馆 做经理 你去了解民情 那些资源知道你是 代议师的话 他们会跟你讲真话吗 你叫出租车 可能还真的 可能听到民情了 因为乘客不知道你是谁嘛 反正我也 我也真的 你现在叫我讲出你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是花样了 每个月去参加一个行业 然后了解民情 然后就登报纸 陪我啦 你陪我做工啦 了解我的民情了 了解我这些 年子里面 我的人生经验 还有包括很多网友的人生经验 你陪一个老人家 从早陪到晚 看他怎样过他的人生 了解他的病情 了解他的心情 了解他的感情 了解民情 各行各业 干嘛 大家说 时候要到了明年 你找了接棒人 你也指定他 你也公开说 今天早上竟然说 要看他的表现 看到大选的表现 好你要看他的表现 你下台啦 你下台嘛 你让他表现 你懂老鹰 养那些小老鹰 老鹰要叫小鹰飞 在平地上 先叫他怎样的 展翅飞 在平地上 跌跌撞撞 那只小鹰的翅膀慢慢 他懂得控制 懂得balance 然后老鹰就把小鹰 带到山崖上 小鹰他没有观念 他不知道山崖 下面是 望战 望战的山崖 他以为是一个平地 所以老鹰就在山崖上 就向前飞翔 小鹰就 飞咯 老鹰没有管他 不是没有管 当小鹰一飞 发现不对 没有力的时候 他又紧张 不懂得平衡的时候 他就好像 从万丈 要跌下去的时候 老鹰才 在飞下去的时候 在那边 跟他沟通了 那个就是 鹰跟鹰讲话 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然后那个小鹰就一直在 摇摇摇摇 然后他知道 他其实是可以的 他只是一直慌乱 然后慢慢慢慢 他平衡了 他发现他不可以用力 老鹰飞翔 不靠 不靠他的力气的 是靠那个平衡 还有那个翅膀 滑翔的那种原理 那种物理原理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让他安定下来 他就这样飞了 这个小鹰真的 跟老鹰一起 在空中的翱翔 我们看过 这样的纪录片 你要放嘛 你要放他嘛 你没有啊 你没有放他 你说我要看 他的表现 问题还有一句 不公 非常替那个 替那个人感到 非常的 觉得不公平 从这几年来 你们搞出来的 然后你叫他借手 好像借个烂摊子 没有烂啊 借个坏摊子 借一个摊子 不是很好的 你教的东西 不是好 拜托 上一次的 不是因为你得到望重 不是因为你 你道歉又道歉 在前面一两晚的话 好像有点傲固嘛 因为到处跟你们讲 哇要倒了 要倒了 要换了 要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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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般的那些 你懂 所以我说 我说我们新加坡人民 真的是爱这些领导 大家也怕吗 因为给你 给你 给你管了几十年 你真的倒哦 我们也怕吗 其实我跟大家讲 不用担心的啦 三军依然在 所有的 所谓 各个部门的那些秘书 主任秘书 是做事情的人 都是在的 整个的机器还是在在做的 就算你换人的话 换人只是换头脑罢了 换那个 做决定的人嘛 那这个很重要啦 所以 上一次就是这样嘛 大家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开出来的 那个成绩是这样 因为你最后你丢悲情嘛 你告急牌嘛 在台湾选举嘛 你打告急牌啊 然后你就懂啦 好的 好的那个 在 在野的代仪式 的那个团体不多嘛 政党不多嘛 有一些是乌合之众啊 有一些我们个人认为是 无间道啊 有些是 凑热闹的啊 如果这些人都能够 组成政府的话 你当然是会担心 我老实坦白讲 所以我也奉劝啊 你有私利的 你不要说我要 什么 你真的击中力量 有一股力量就是 要跟他改变嘛 因为你没有信心嘛 所以大家也没有信心 真的 他倒的话 这群人上来有人不是不相信 有能力的 是担心那些没有能力的 误喝之众 然后 赌成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民是这样的 已经习惯了 要改要 要改要换真的是不容易 就好像一只像呢 绑在那个 颈项绑着绳子 然后 圈在那个 木柱上面 然后那个像每天 牵着一只绳子 到处去生活 离不开那个范围 有一天那个主人就把那个 把那个绳子 没有绑出来 跟他拓绑 那个像也不会跑远的 你知道吗 他就躲在那边 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 厚道 简单 相信政府 真的 你现在 自己好像很奇怪这样 现在有人就想 他不是他的人啊 故意刁难 我不是我讲的 我讲什么 你们的事啊 我们老百姓 看在眼里 我还是重复那一句话 我现在 觉得 这些 事事非非的地方 我不讲又不行 讲了又不要 你看啊 又有人被告了 说诽谤 不实的报导 有时候我这么不懂 我现在讲了一个钟头的话 有哪一句话是要被告诽谤 应该没有吧 我只是一个 哎呀不讲这些了 你好也好 你不好也好 天有眼 我常常常现在跟人家讲 做错什么事 做对什么事 天有眼 真的过分 就让天来受死 我能不怎样 你要明清吗 你有没有真的听明清 很多时候当我们讲一些话不要听的话 你真是把那个人也放掉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加进来真的很谢谢你们 因为昨天那个 昨天临时的那个 争论节目 我谈一些敏感课题 后来不小心被我删掉 所以我今天补充一下 那我太太也担心了 说你不要指明道姓了 隐喻一点比较好 一万一被告的话 上法庭 法官问你 你在讲什么 你还可以说 我不是讲这个人 我讲另外一个人 我讲韩国瑜 对不对 我讲高雄很了不起 我讲韩国瑜很有爱心 真正的包容 真正的包容 真正的讲爱 不随便的攻击 他的候选人谈证件 不是祖宗十八代 过去的事情也讲 反正小时候 那个候选人 偷了一个脚踏车 结果被损的话 没有人敢投票给他 我偷了脚踏车 就永远不可以再被候选人了 就不要指明道姓 保护自己了 对不对 因为我第一次直播 我现在是在圈子里面 直播小兵 国客搞笑 新加坡 如果那个影像好 我就放在YouTube里面 YouTube就可以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我 我讲话 我负责 你看我的YouTube 我都写我的名书 我连我的英文名都 都写出来 我是一个负责任 我样子也给你看到 不要有些人笑 我说不敢大头照 那些讲我的人说 我是无间道 以我的职业 我不可能可以讲到这些话 干嘛 不可以吗 我只是一个百姓 老百姓 我不可以讲我心里的话吗 我不能够 我每一次讲我的经历 所有的经历 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这一生中真的做了很多工作 我还在那个disko做过卧底 我以后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做过宝石几个月 打击那些毒贩 拯救那些被毒品伤害的那些 那些少男少女 那时候有zoop跟那个disko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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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 我在里面三个月 连我太太都不知道 我也不多讲 当然没有每天去的 我们做宝石 是correct information 因为我曾经做过很多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够讲 可以讲的我分享吗 我觉得好啊 这东西有什么大不了 本来做警察 就是要到各行各业里面去了解 我昨天不是我不是讲那个赌博的事情 因为有什么不好讲 赌博是坏的 我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赌啊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选举的时候这就是一句非常激励的话 但是用在赌博方面 也就奉献大家不要往府口里面拔牙嘛 你想从赌博里面赚到钱 就好像老虎里面 老虎的口里拔牙一样这么难 圆归尊赚 今天我讲的 早上讲了一个直播 我也不知道到底清晰不清晰 因为我昨天后来我有整理过了 我真的不希望他跟我开玩笑 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影像不好 我又讲了一个小时影像又不好 我又不能够好好的 推广出去的话 我很辛苦的 对不对 我一定跟辛和吵架的 我一定打趣他们 我跟他说你跟我换多少钱 我出都不要紧 你跟我弄到没有一点问题 如果你证明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如果不是我的手机 我电脑有问题 就是那个地方有问题 那个是我出租的嘛 我租我每个月给租金的 不好你就要修到好给我 我曾经那么挂挂架 他们乖乖就派人来咯 他说假如没有问题的话 我要收你什么费用 收 自从我没有驾车之后 我什么都没有 就有不驾车省下来的钱 真的 我过去驾车的时候 我什么都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辆车 我记得有一个网民跟我讲 哎呀你不耐的 我从4月放弃驾车到现在已经是 现在已经12月了 他说你不耐了 你会买车 这 这 这期间有了 有点挣扎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不要了 我不驾车我好 哎我驾了40年的车 什么车我没驾过 讲一句不好听 警察车所有的摩托我都驾过 最好的BMW也驾过 我没有驾过因为我没有做过那个 我没有做过保镖嘛 什么车没驾过 我驾车很慢的 但是我驾警察车的时候 我驾BMW每一天都是120-140kmh 一大游就是120 一百起步 然后120维持 迫速的时候140 最高的记录168 不要跟我讲驾车了 驾快每个人都厉害 发生意外的时候 将来有一集我会讲驾车的 技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希望每一次 我们所谈的都能够帮助到别人 好了现在已经又是一个小时了 不懂了 他们说一个小时的视频没有 没有人要看了 我无所谓了 我又不是要做什么 你叫我讲20分钟我不会讲 东拉西车 总会有 我没有搞的 我没有预备的 我大概心里想一个主题 我就讲 临时发挥 讲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讲远的就跟它拉回来 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的 哎呦呦呦 你看你看 我现在设备很不好 这个背景就是我家里 简单的背景 你看到吗 看到我的 这个客厅 我的客厅蛮大的 现在的BTO不用跟我比了 我这间五房是很大间 有个讲房子 我也可以跟你讲 讲产业经济 我也可以讲 我最近做个产业代理啊 好啦 就把人生经验 跟你们分享 你们不要 以老卖老 喜欢你咯 你要听你就听啊 你不要听你关掉 对不对 我没有勉强你 哇 谢谢啊 123456788的人加入 早上是比较多人加入的 大家都有空 但是我也喜欢 晚餐的气氛 晚餐的气氛 因为我没有设备嘛 我不能打量 打量 我只可以照我的灯 我就可以开这张灯 你看照亮一点 晚上的时候就很好 照到 这个样子有照到 然后晚上我们可能讲一些 比较阴暗的课题 阴暗的课题 比较一些 当然鬼故事还会 还会讲 因为那 那些凡是那些影像不好的 我都会再重新把课题讲 如果你听过的话 你慢慢 你无所谓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底稿的嘛 我讲到那里 我脱 我会 我会脱稿而出的嘛 我没有稿 但是我也会脱稿而出 那就会慢慢拉回来 我还是强调一点 为什么直播好 现在已经一点 一个钟头两分了 讲多一分钟 为什么直播好 直播能够训练你的口才之外 真正帮助你 你可以防止你的 如果有失智症 就算没有失智症 加强我们脑力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脑力里面 脑力里面有很多区块 我们没有去发展 很多潜力没有去发挥的 因为你以为你年纪大了 你脑真的用到完吗 没有 有些空间你没有去弄 有些脑的部分 你没有激发它起 当那些脑 一部分的脑力已经衰退的时候 就要让其他没有动的那个地方 激发起来 你激发起来你年纪大 但是你发现你的思维能力 你还是很好 你要帮助你 你看我第一次讲直播的时候 我真的滴滴答答的 但是我工作场合 常常有演讲的机会 我不会的 不懂为什么 因为那个有稿 那个是因为不会有稿 因为直播嘛 大家好像加长 盘天说地这样 加长话这样 无所谓 你们也不会笑我 但是你会发现 我讲话越来越清晰 就是这样 你看我现在开始讲话 越来越快 就是慢慢恢复到 那脑力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因为直播里面讲话是 有思考的 说话 我不是 乱说话 要想过的嘛 对不对 过去的经历 你一直回忆 回忆 帮助你 所以为什么要打麻将 帮助那些 失智的人 打麻将好 当然是好 但是打麻将 毕竟是树木字 只是了解树木字 树木字 那个方程式 只是在树木上 但是你直播 你回忆你过去的经历 你浅词用字 你的墨水 当然我是没有墨水的 所以我常常持穷 或者是我想到一些词 我一直break up这样 突然就想到来 过后再看直播 说哎呀 我应该不是用这一句话嘛 应该是用另外一句话 无所谓 你们了解我就好 因为我们大家 在直播上建立了一个关系 知道我讲话的 你们要听的是我的内容嘛 我不是演讲 我不是演讲 我不是参加辩论会 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按照我本身本来的个性 但是我能够帮助我 你们这么多人 愿意进来 加进来 我很感激 我将来还 我可能会考虑 将来我会考虑在YouTube里面直播 YouTube直播就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 一步一步来啦 然后我都讲了 我一个房间 我将来要弄成 就是我准备我五年后退休 我现在就准备我五年后退休 就要做什么的 我哪里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老了 不能够走动 坐在轮椅 只要坐在轮椅 我现在还是可以直播 对不对 我们要想最坏的 当然如果你说我突然 想话不清不楚 好像变成白痴 这样怎么办 那我用眼睛给你们直播了 这样 好了 真的谢谢了 已经过了五分钟了 我也是要准备去上班了 9点了 我还没有上班 好命喔 好命你来做啦 我一个人做几样工作 我时间到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星期五我就不在了 星期五到星期一我不在 我去对岸 有一个聚会 所以星期五到星期一 我也不会直播啦 应该 应该不会啦 不会 最近直播到很开心 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讲话 我眼睛对着你们 我起初直播的时候不敢看 不敢看这个荧幕 进步啦 我真的发现我进步了 很开心喔 还有笑容比较自然一点 其实我的笑容不好看的嘛 你们知道 我不是那种会笑的人 我只会骂人 骂人 骂人那个样子就很厉害 是 好了 真的 星期五我不在 星期一回来 然后今天晚上会不会直播 今晚还会 明天就不会啦 明天要收拾行李 这些晚上都 后天就要走了 后天大青岛就走了 去对边 免礼就好 我会去高雄 我看我在高雄 不能不直播 在高雄 参加他们的跨年晚会 听说那个韩国瑜市长 应该会到 应该会到场 只是那个 节目的策划是 前市长 前市长 他们已经策划好了 那些歌星 明星 那些歌星 水准不比台中跟台北了 我有看到没有阿妹 没有那个 我不要紧了 去热闹 应该很多人去 因为为了 他们只要看到市长 韩国瑜出现就够了 不过现在韩国瑜也是很辛苦 煮那个小内阁 有机会来跟你们多分享这些台湾的情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只刷骂怀 不要紧啊 不要指名道姓就可以了 好了 拜拜 再见 今天祝大家工作愉快 心情开心 好的午餐 好的晚餐 一天过得好 希望你们真的是开开心心 过你们的日子 我们都是一群 年纪不小的人 人生没有几十年 对不对 人生没有几个秋啊 好好过你每一天 的生活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出来直播 多么精彩 多么精彩 网友 看看啊 出来 直播 讲一些话 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你看高雄人那些农民 那些渔民 就不会讲话也把话讲出来 这个解释是民情嘛 对吗 有人在笑说 不懂其实我会被请喝 被请去喝咖啡 哎呀 六十岁的人都要对付 没办法啦 不会啦 我没有 我们的政府很好啊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国家 大致上还是很好 对不对 安全嘛 第一嘛 对不对 很安全 很安心 只是很忧心罢了 安心但忧心 现在安心忧心将来 没有错啊 好了不讲了 已经靠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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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